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很重要的是那个感受的问题 我们会讲到所谓的冷底 其实是我们人对于自身 对于我们的周围的温度的变化 不管是你的吃还是外面的温度 而造成身体有一些反应 或者是不舒服的情况 那这些不舒服可能有时候是可以忍耐的 比如说手脚冰冷 跟你握手的人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自己可能还好 不会影响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有一些人就会在后面就会提到 然后可能真的造成身体生理上的一些变化 甚至到需要就医的程度 比如说是复刻或消化 等一下我都会提到 大概是有不同的问题 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人 对于我们温度的变化的一些敏感 所造成的 造成我们生理的变化 那我这边想要问学生师 你刚刚讲的已经蛮多 我这样听大概有三到四个学校 对 有很多方向 这些都算是Linday吗 那他们有分别就是代表什么样的讯息吗 是 那像我们一般我在判断 判断因为Linday其实这个概念在 可能在西医它是不存在的 但在我们中医的调理或养生上面来讲 我们还蛮重视我们一个人对于周遭环境的 这个反应的变化 那通常会在四个方面会出现一些讯号 我们先不要讲它是问题 一些讯号 比如说首先就是我刚刚提到 如果你四肢接触到冷水就很容易 比如说变得苍白 变得冰冷 甚至有时候会冷到痛 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 那我们这有时候在 哪些人比较常见呢 比如说第一个女生 瘦弱型的女生 或者是没有运动的人 她可能循环比较差的时候 她的四肢就很容易冰冷 但是你可以想说有些人她不运动 可是她也很OK 那有些人她即便有运动 她还是手循环比较差的 那天生就有一些差别 当然我们后天也可以去改变它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说 人跟人中间是有差别的 我们首先在四肢的循环就可以呈现出来 这是很容易感觉到的 而且观察到的 第二个就是像是肠胃的部分 那肠胃的link day是什么呢 譬如说有一些人说 我只要一喝冰牛奶我就拉肚子 这不是乳糖不耐症吗 对 但是有些人不会啊 对 好 那我们从生理或营养学角度 我们可以看说它是乳糖不耐症的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人 你再仔细去问说 你说乳糖不耐症 但是有一些人他喝冰 我们就不讲乳糖了 我们就讲说 有些人吃冰的 他容易肚子痛跟拉肚子 有些人不会 但是他只要再喝一点热汤 他的肠胃就没有问题了 会觉得舒服很多 对 他的肠胃会舒服很多 那这种脾胃的功能 我们就会形容他说 OK 他可能比较偏寒 在中医的来讲他比较偏寒 我们来解释的话 可能他整个腹腔 或他的消化系统 对于这样的温度 他是比较敏感的 我们可以从肠胃来观察 通常是观察 比如说吃冰凉的 寒凉的会不会容易腹泻 容易不容易腹肚子痛 这些来评估 或者是像生鱼片这种东西 有些人就特别容易卸肚子 但有些人就像铁胃 他怎么吃他都没事 这就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想问 就是因为刚刚薛依斯 你有说生鱼片算是冰凉堆 因为他本来就是吃生的 那有没有什么食物 实际上是我们一般民众 非常爱吃 可是我们在吃的时候 要适量控制的 我知道的有西瓜 还有没有一些别的 我们可能需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我女儿最爱吃的冰淇淋 就冰淇淋 对我后面会提到说 比如说吃冰淇淋 有些人就开始打喷嚏 所以第三个讯号 就像是呼吸 呼吸到的 有些人他一碰到冷的空气 一吸到的时候 他就会要打喷嚏 那我们一般来讲 他可能这个人 他并不会发冷 也不一定会腹泻 但是他喝冰啤酒 吃冰淇淋 呼吸到寒凉的空气 一吹进来 比如口罩一拿掉 然后外面冷风一吹 他就开始打喷嚏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说 OK 你的呼吸道可能比较敏感 那在中医来判断 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把它偏向一个 寒性的体质去看待 寒性体质 所以他如果口罩拿下冷风吹 这不算是一个过敏 他其实是过敏 但是他对于这个冷风 他的反应能力是比较差的 因为我自己就有这种体质 所以我很了解 就是说我喝到冰的饮料 我就比较容易流鼻水 比较容易打喷嚏 然后我喝到 吃到冰淇淋的时候 我也很容易就出现这些情况 然后或者是说 在天气变冷 冬天早上起床 我可能就过敏发作 这些我们会 从呼吸的角度来看 他在身体的某一些脏气 他是比较偏寒的 对 可是像薛先生 你刚刚这样讲 我觉得好像已经蛮多的 因为你说一个四肢 我们手脚冰了 再来就注意自己的肠胃 那以及现在我们还有呼吸道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是说 妇科的问题 因为我常常在外面演讲的时候 人家就会问说 都是女生举手 到底我可不可以吃冰 因为你知道台湾实在有够热 所以到处都是冰店 然后有时候也很好吃的 手工冰淇淋 就像我女儿也会跟我吵架吃冰淇淋 可是吃冰这件事情 到底对身体 有没有一些不良的影响 我先讲答案是说 如果你的身体 对于吃这些冰 你完全没有不舒服 立刻的不舒服的话 你也要稍微谨慎的 不要过量的吃 毕竟它会影响你的身体的一些温度 我会这样建议 但是如果 譬如说我们讲妇科 如果你吃了冰 对 有些人就会跟我讲 医生啊 我不小心吃了冰以后 我月经来了 好痛啊这一次 或者是说 这次的血块非常明显 对 当然这个是中医 在调筋的时候我们会关注的一些重点 但是它不见得是西医会去观察的一些项目 但是对我们来讲 吃冰会加重它的筋痛 吃冰会让它的子宫内膜剥离的时候 月经来的时候 血块变得比较严重 或者是甚至让筋量变少 循环变差 这个情况我们会觉得说 它身体的 这个骨盆腔的循环 子宫的循环 或者是这样收缩的一个过程 有受到这些温度血流变化的影响 所以我就会特别建议这些人 他不要在月经前 跟月经的当下 去吃冰 甚至我们会有一些 在坐月子的妈妈 也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在外国坐月子 是可以吃冰淇淋的 对 我看人家 要补充能量嘛 但是其实如果说 我们要站在华人坐月子的角度 我们要让二路排得比较干净 子宫收缩比较完整 就很像月经来的感觉 那我们就是尽量 不要在那时候吃寒凉的东西 让它排得比较顺畅一些 对 确实有些人他一吃冰了 他那月经就缩起来 然后就不来了 在喝温的汤之后 他又恢复排出 这个是常见到的 所以我们就会跟这些人讲说 因为你的妇科 不见得真的疼痛 或者是长了什么东西 或真的什么不舒服 但是因为这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知道说 你的身体对这些寒凉 它是有反应的 那我们就特别要注意 对 但我觉得这个女生 要控制妇科 就是冰要少吃 蛮多数的人都是 真的是已经痛到了 已经知道痛苦以后 才会开始做一个控制 所以实际上 刚刚随时有讲到 妇科的问题 对于温度是相当的敏感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 多喝温水 跟多吃温热的东西 是 那我另外还想要问 因为我们刚刚 Linday已经介绍了这么多 那这个Linday 它实际上有没有一个 其他的含义 或是要有更深层的一个介绍 后面可能就比较偏上一些 我尽量用简单的方式 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有 人体这个现象 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我们刚刚有意思提到 人对于环境的影响 我们把食物也 饮食也当作是一个环境 外来的物质的话 就是我们身体 对于外界的含量的反应 到底我们能够 能不能够对抗它 或者是说容忍它 或者是处理它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身体里面 我们的阳气够不够 如果我们身体的能量 我们的循环 我们的温度 温热的能量是够的话 这些含量东西进来 它会稍微折损一些 但是它不至于让我们产生不舒服 那它就不会有所谓的 冷底这些反应的出现 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 就处在一个阳气不足 譬如说我们中医会在诊断上面 会觉得一个天天都很怕冷的人 特别怕冷的人 他可能我们就会怀疑他 他的循环很差 对不对 那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 他的心肺循环比较差 能量比较低下 然后阳气比较不足 那如果这样 这样听刚薛子这讲 就会觉得能量比较低下 阳气比较不足 这应该无关乎身材的高矮胖瘦 对 无关乎身材的高矮胖瘦 但是跟我们的循环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跟运动量足不足有关系吗 对 跟我们运动量足不足够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像譬如说有一个人 他平常都不运动 他坐在那边冷气这样吹 他就会觉得凉 那你今天突然叫他外面去 快走30分钟回来 他是会流汗 对 然后他的循环会加速体温会上升 对不对 因为他身体惨热了 所以他这时候因为运动的需求 他的心肺功能受到锻炼的时候 他其实他的循环送到四肢 送到骨盆腔 送到全身 他都会变得比较有力 而且温暖 所以他就那个当下 他进来他通常不会那么怕冷 他比较怕热 对不对 进来当下我们都觉得好凉喔 对 但是这时候也很危险 因为那时候冷气一吹到 如果他的底子是气比较不足 免疫力比较差的人 他可能一吹到冷空气会怎么样 打喷嚏 或者是冷到有没有 起鸡皮疙瘩 那时候我们也要小心 所以我们会讲说运动之后 虽然你有达到运动效果 但是绝对不要直接让风跟冷风吹到身上 也不要直接灌冰水的意思在这里 因为反而会 因为毛孔全开嘛 循环加速了 你这时候把它去 特别把它束住 限制住的时候 那个含凉的东西就会跑进去 这样不太好 所以刚刚还要调另外一个重点 如果你今天调整体质的时候 在运动完全身的力量跟热能 都有的时候记得 喝下去的水 建议的就是常温 不要再喝冰水 因为你的毛气管是扩张的 另外我还想问 因为刚刚薛师有说 中医教导来说 阳气代表是能量功能跟温暖 身体是无法抗寒冷的 那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去做个调整吗 譬如说回到本行来说 像我们中医在治疗冷底的话 其实我们每一种 不管是我们运用一些中药 来对症下药来做治疗 或者是有些特别阳气比较虚的 我们会用艾灸 艾条来给它温暖 然后艾草本身 它也是有驱寒的效果 那在治疗妇科疾病上面 我们常常会用到艾草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提醒 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中药 或坊间的偏方 我们不要自己随意的做来吃 因为其实像刚刚不同的 呼吸道也好 消化道也好 妇科也好 或者是说四肢的循环也好 这个不同的人底 它通常不会出现在 同一个人身上 而且它背后的原因 跟我们中医的精细的诊断 其实是需要去辨别 使用不同的药物 跟不同的治疗来做处理的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是特别提醒一下观众 所以如果你有人底的问题的话 你要调理 要用药 请一定要找医师 去做诊断 但是我们有些像食疗 就是可以家里面 可以常做的 那这个东西会有一些 因为吃就会有能量 那我们吃的时候 如果是吃温暖 而且充满能量 可以驱寒的食物的话 其实多多少少 会对人体的体质有些帮助 那食疗的话 有没有什么比较建议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就常被问到说 冬天的时候 大家喜欢吃什么 麻油鸡 对 姜母鸭 这些东西 比如说姜母鸭就很明显 姜母鸭里面就很单纯 它当然有些会有些中药 但是关键是它有什么 会有姜母 会有老姜 对不对 那这个姜本身 它里面有很多 这种挥发油 在中医的使用上面 其实不管是生姜 还是干姜 在我们 它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温暖的一个材料 我们不但是烹饪会用 我们在中药里面会使用 所以像姜母鸭 就是一个传统 我们在饮食上面 认为比较驱寒的一个食品 但是我们这边 还是要讲一个情况 有一些人吃姜母鸭 它会怎么样 喉咙会刷起来 会好像上火 我就是这样 我想说你刚刚讲的 都是我不喜欢吃的 这种人就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说如果你吃到这些东西 你会身体有一些 燥热的反应的时候 表示你可能 比较不适合这样子 所以是我本身的体质 其实不是零碟 是燥热体质 很有可能 但是这还是要细节的 去诊断 去判断 OK 好 那食疗的话 其实是我们一般民众 比较容易接触到的 所以这个可能大家都会想问 这方面的问题 像姜母鸭就是 麻油鸡也是 那还有像是有人说吃羊肉 但是很多人不敢吃羊肉 对 那羊肉本身是比较偏温补的 偏热的 那有些人吃羊肉会不舒服 那我们也就要适可而止 大概是这样 对 像我自己觉得话是 我没有那么讲究 可是我又变成是说 我以前早上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吃神菜沙拉 那我把这个习惯变掉 就是我一样可能会吃一些 可能水果 但是我会把它拿起来先 冰箱如果拿出来 我会先放凉大概30分钟以后 我再吃 然后我会把神菜沙拉变 可能烫青菜 诸如此类的 就是尽量去避免 吃掉一些生润的食物 是是是 那这是很好的习惯 因为其实像有些中医 他真的要求比较严格 他会要求他患者 水果都要吃温温的 就是不能吃冰凉 那温温的水果还有什么 就是我所谓温温水果 就是不要从冰箱拿出来 连两个都不行 我以为是水果要分 像西瓜的含量 确实水果里面是有分 所谓的含性一点 或比较偏湿热的 但是不论哪一种水果 大部分都不是会让我们的 凝体改善的这样的方向 他大部分要不就偏寒凉 要不然就偏湿热 所以他不太能够起到 让我们的link day改善的作用 对 实际上我们都还是正常吃 没有必要去说 正常吃 正常吃 然后尽量不要吃冰的 像譬如苹果可以不要冰的水果 你就可以吃常温的 对 像这样是OK的 好喔 那另外我还想问就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中医 在治疗这个link day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再从日常生活中 去预防 对 其实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link day是我们人的 大概体质的一个偏向 那我们人人都想改变它 但是不一定要到就医的程度 对 那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 来改变我们的link day的 这样一个体质 我们可以用生活习惯上的改变 去做一些调理 那我这边就讲四个方向 其实就是动 能 外 内 那四个字什么意思呢 动就是我们要积极的 而且要规律的有运动的习惯 它不一定要非常剧烈 但是大概平常我们俗称有氧运动 而且一周大概至少两到三次 每次只要三十分钟 也就是像西医或者是运动的治疗方面 他会建议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有的运动的分量 我们要做到 我们要尽量的多动 少坐 少躺 让我们的循环可以增强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动 再来就是能 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就像是一个 可能像个火炉嘛 你如果没有丢材料进去烧 它当然不会有热出来 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营养 要有足够的能量 所以你会知道说 像在高山 极地的这些人 他们会吃很多的动物脂肪 对不对 那畜牧在那种寒冷的地方 这些人他可能没有浓耕的地方 他用畜牧叶的时候 他会吃大量的动物的肉 其实肉食它会提供蛮多能量 那当然我们营养要均衡 所以我们的这些奶蛋豆鱼肉 五穀通通都要吃 然后青菜也要吃 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说 我们这些能量进来 我们是要温暖的 所以第三个 内就是我们的吃进来的食物 我们第一个要温度 是要温热的 对 喝的东西也是一样 因为台湾非常流行手摇杯 所以手摇杯这个东西呢 大部分都是冰的 没错 我们为了 有些人他会说我不要吃冰的 那我就喝去冰吧 但其实他还是算是冷的 因为第一题 去冰也不行 对啊 应该理论上 我的要求会是要喝温的 就是喝到嘴巴里面 你是觉得是温的 才是OK的 OK 那我有从网络上听人家说 就是我一样是喝 但我喝进去的时候 在嘴巴先含个三到五秒 再吞下去 这样到身体也是温的吗 这样感觉你的肠胃 没有那么的受到影响 或许啦 但是这样很别扭啊 就对 你就直接喝温的就好了 你用嘴巴喝 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一片的时候 他也是就说 就是避免link date的其中一个方法 如果你又很想喝冰 我就直接点温的就好了 对 我就觉得这一片里面 也是蛮荒谬的 也不会很荒谬耶 其实因为我们很冷的东西 我们在嘴巴里面 它确实会改变它的温度 对 只是就觉得有点就是 就好像有点就 干脆点温的就好了 就不用再那个 所以冷的食物 第一个是温度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 你刚刚有提到的 像寒性的食物 譬如说西瓜 西瓜你真的很少人吃常温的 你都会吃冰的 对 那因为冰又加上它本身 那种瓜果类 本身就属于比较偏寒的 那我们就比较不建议 但是这个呢 通常会跟我们的肠胃的虚寒 比较有关 就是这样容易拉肚子 容易腹泻的人 那这些人 譬如我刚讲生鱼片 它也可能不那么适合 特别是 它天天都在拉肚子了 最近它这 拉肚子的情况都没有改善 都是一些没有消化的东西的时候 表示它皮肤功能真的很差 我们就会先让它的 饮食比较温热单纯 尽量吃熟食 像生菜沙拉你刚刚讲的 也有什么现在有的绿拿铁 有没有 很流行 就是把那个蔬菜都把它打了 那但我会有些患者 他真的希望能够摄取 比较多的这些蔬菜 这种植物性的这些元素 竟然无可厚非 但是我会建议不要喝冰的 他能够喝温的是最好 对 所以我真的有患者是喝温的绿拿铁 对 我觉得他真的有点怪怪 但是他OK 他能够接受 那确实他的虚寒也得到一定的改善 对 那再来就是外 外是什么呢 外就是我们身体的表层 接触到的环境 我们要懂得去避开这些风跟寒 对我们的影响 譬如说 我们刚刚提到 口罩拿下来吹到冷风 你就容易打分地的这些人 那你就要小心 在突然改变温度环境的时候 不要贸然的 譬如说把围巾拿掉 把口罩就拿掉 对着冷风吹 你要稍微去避开这些 风的直接清洗 还有就比如说冷气 办公室里面都有冷气 外面那么热 你进来的时候 你不要为贪图凉快 就在风口那边直接吹 那一定会生病的 那还有就像 譬如说天气外面 我们入秋了 天气慢慢会温度下降 晚上出门要稍微注意 有可能要戴个博外套 那我们要去爬山也是 现在也是疫情稍微减缓 大家可能到郊外去走 那一往灯高上去的时候 你温度下降了 那你要记得戴个博外套 不要真的到山上着凉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动能内外四个方向 其实就兼顾了 你自己运动 把你的循环做好 你的能量充足 营养均衡 然后你吃的时候 注意不要伤害到你 含量伤害到你的里面 也不要让外面的含量 来侵害你的身体 这样就可以 让你的那个人体质 比较能够处在一个 比较平和的状态了 我相信就是在吃饭 看影片的你 一定会觉得说 哇 我今天什么 听完这个link date 就只有一个选项 维持温暖 运动 让自己增加热能 吃东西的时候 要吃温暖的 少吃冰食 那在这很多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不要因为贪图自己的凉快 觉得说 我现在冷气很凉 我开很强 对着风口 对着自己吹 那实际上 这些都细小的细微 都会去影响到我们身体 link date的体质 可能会让你身体 在身体上 会有一些稍稍的不舒服 那其实如果说 我们今天在刚学医 是讲的这些过程当中 如果你都掌握到一些小诀窍 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你的人体的情形 会改善非常多 那我们今天 其实还要再跟麻烦学医师 就是我们今天 要会有一个小小的QA 好 那出个简单的题目 对 简单一点 上个礼拜好像 有一点点的难 有一点点难嘛 那今天更简单了 那我就问一个 很简单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要对付 人体的体质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 以毒攻毒 喝冰水呢 这题目我知用答案 我要先下线了 我要先去写 大家有听到题目吗 如果说今天 我们要对付人体的体质 我们是要以毒攻毒呢 还是要怎么样做准备呢 对 要喝冰水吗 还是要喝温水呢 对 没错 那我们今天就一样 非常感谢薛斯 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